兔子出现拉吸这一现象 引起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受粮 吃错药物 肠胃道有细菌啊 病原体之类 具体的原因需要通过检查才能得出 所以兔子出现这种症状 主人可以暂时加强兔子的保卵工作 主人同时也要观察兔子的排泄物形状 拉吸的频率 拉吸时间等 这些数据有利于帮助宠物医生 在短时间内做出诊断 然后再及时把兔子送往宠物医院 进行检查以及治疗 在平时的饲养管理中 主人应该做好兔子的饲养 环境卫生工作 同时也要做好兔子的疫苗接种工作 但是给兔子接种疫苗 主人需要掌握好疫苗接种的时间 一般在兔子45日零后接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